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做生意还可以 老关系还没有服务 所以说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我还不计用紧 继续干下去 90后一直搞到 就是90后 这是袁隆平在2020年11月3日 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母产 三千金新闻发布会上 给自己立下的新目标 这位为了让中国人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90后竹梦人 一生都在为其广为人知的 和下成梁梦 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不懈奋斗 直至2021年5月22日 克兰尝试 1930年出生的袁隆平 年少时跟随父母颠沛流离 动荡的生活 令他在心里埋下 奋发突散的种子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 当时人们普遍吃不饱的局面 让身为农业工作者的袁隆平 感到自责 并深切体会到 民以师为天的含义 2013年7月 袁隆平在接受中兴社组织的 海外华媒高层采访时 被问及是何种动力 让他如此高龄 还不遗余力地 致力解决中国 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 他说 外在原因 便是自己经历过 吃不饱饭的年代 而始终觉得自己 还能做得更好 则是内在因素 内在的因素 现在讲不清楚 我这个人的不够满足 到底是什么动力 我到现在多么不就 我始终觉得 我还有能力 还有潜力 可以挖 还不满足 1960年 袁隆平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 为了找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 他跑遍大半个中国 找了六年之久 从选种 试验 失败 到再选种 再播种 再观察 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 终于在1966年 水稻的雄性不韵性一文 在科学通报上横空出世 由此拉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水稻的雄性不韵性 不韵性 一经发表记 引起了国内外主目 而如严先生多次提到的 杂交水稻研究 在非常困难的时机 得到国家有方部门的支持 和高层民导的光环 以这篇论文的及时发表 密不可终 正因为这样 50年来 原生人带领研究团队 不断开拓创新 拥吓一个又一个难关 创新研究成果 一项接着一项 永攀科学高峰 为我国来自世界粮食安全 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也更赋予了该篇论文 更加非凡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 1973年 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 科研协作会上 袁隆平代表湖南省 水稻雄性不育系研究协作组 做了利用野败选域三系的 进展的发言 正式宣布 先行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成功 此后 杂交水稻先在湖南推广 后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 水稻平均亩产 也一路飙升 1996年 原中国农业部提出 超级道育种计划 袁隆平领先的科研团队 通过形态改良 和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 技术路线 成功攻破水稻 超高产育种难题 不断刷新产量 从母产700公斤到800公斤 900公斤 1000公斤 1100公斤 第三代杂交水稻 早晚双季道平均母产 也于2020年11月 在湖南恒南县 突破1500公斤 2017年 当得知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在长沙培育出2.2米的巨型道时 袁隆平第一时间前往试验田 观察巨型道展示 并兴奋地表示 这就是他总讲的 河下陈联梦 我们来现在的超级道高度的就是 1米1到1米3 平均是1米2左右 它这个是新高感的或者是超高感的 对对对 是2米左右啊 不得了 很有潜力 很有潜力 还进步改进 无味道一样的 他就讲你要实现的 河下陈联梦 对于是元老师 有那个想法来的 2019年9月 袁隆平在出席湖南农业大学 新生开学典礼时 曾向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秘诀 并总结为知识 汗水 灵感 机遇八个字 当时的情景 至今仍在湖南农业大学学生 中传康的脑海中回转 中传康回忆 当时元爷爷就像个老朋友一样 和同学们交流 他说 年轻人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 但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 要树立理想 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作为90后 他始终还在努力逐梦 希望和同学们共勉 一起实现追求水稻高产 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我们从小都在试着 元爷爷的杂交水稻长大 同时在小学初中高中 我们的课本里都能听到元爷爷的消息 那在来到我们长沙苦南农大学习之后 元爷爷的这一种龙瓶精神 对我们的学奋影响也是很深的 经过毕生奋斗 元龙瓶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也随着不断高产的超级道逐渐成为现实 从1979年走出中国 杂交水稻现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研究和推广 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达800万公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